这个案子比较特别的一点 我觉得是业主他想要的剪法生活 怎么说呢 就是去掉一些不必要的隔间装饰 而让这个空间感创造出来 感觉这个心情也会跟着辽阔起来 我觉得跟客户之间的整个过程流程 都非常的顺利 也要归功于我们公司有一定的一个 非常好的确认流程 那在于施工的SOP流程 我们也都会详细的来跟业主做沟通 以及讲解说明 让业主能够开心圆满的入住 也是我们最大的成就了 屋主夫妻真的很喜欢秀秀总监 每一次晚上听到秀秀总监的声音 就会赶快跑到电视前面来观看 那从之前的房子到现在 入主到台北市 三十平的房子其实一进来 我们在格局上面就有一些难题 等着我们的秀秀总监 对啊 因为他们原本住的房子在新北市 那比较大 那他就很喜欢宽阔的感觉 那但是呢 他们买了这个房子以后呢 他原始的装潢呢 是比较有隔间的 而且做满了木座 那所以呢 看起来就比较这个狭窄 对 那我在现场看的时候 我也觉得说 其实原始的这样子的格局 木座呢 其实不太恰当 那我就一样还是帮他们做了四房的格局 那这个四房呢 除了两间卧室以外呢 另外一间是书房和我们的佛刊 那这两间 为什么现在看到做完以后 却不见了 很描阔 对 因为他们的想法还是要这个开阔感 所以说秀秀总监 我们可不可以把那两间格局把它打开 我说可以啊 所以就看到今天我们这样子的格局 那你可以看得到我们原始呢 就是要佛看的位置 它的位置呢 是可以看顾整个家的 那南无主也觉得很符合他的想法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的把这个佛刊和这个佛堂呢 把它打开 利用一个吧台柜的方式去把它隔开 隔了这个佛堂区和我们的餐厅区 那书房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沙发后面有一个很长的书桌 这个书桌呢 我们还是要让沙发有靠 所以在前方有一个就是木座的一个屏风 那在这个到了弯到这个角落的地方呢 我们有做一个弧形的造型 那看起来呢就非常的流畅 而且呢非常的好用 除了很开放之外 其实生活的机能也很重要 因为你看我们的书柜后面这个柜体 其实不管是收纳上面或是美感上面 做的工业都非常的细 对啊 我们在这个就是有这个平台 上下柜的一个收纳 那以及呢有这个整个就是铝框玻璃门的方式 去展示它的一些书籍啦 或者是板饰品 那以这样子的功能来说呢 它就是可以做到这个很大量的一个书籍的摆放 那也有就是台面它可以多重的利用 对 我觉得今天除了进来之后觉得很辽阔 其实里面的采光也非常舒服 但是听说原始我们主卧房的格局的采光 其实是还好的耶 对就是我一进来看到的一个缺点呢 就是在主卧室 那一般我们浴室的概念应该是会气嘛 那怎么会放在这个窗口的地方 采光通风最好的地方 对 然后这样子这样飘进来 我们的主卧室的这个空气怎么办呢 所以我就让这个浴室转向了 转到后面以后 让这个窗户呢 直接就可以到这个主卧室 它们才会有好的采光和好的空气 接下来到我们的厨房 我觉得这个厨房整体的氛围感 也规划得好棒 对 那穿透性也很好 那当初的厨房也是非常的遮蔽 那包括呢 就是在这个移动线啊 以及这个整个要使用上呢 都感觉会比较狭窄 那我只是做了一点微调 把这个冰箱呢 放在比较里面一点 那这个入口处呢就开放了 我们也做了一个联动拉门 不需要它的时候呢 把它收到一边 我们的走道就变得很宽敞了 真的是在这个空间的辽阔感 你进来就会觉得很舒服 今天我们来到室友总监这个岸场 走的是一个美式风格 再加上一点点的乡村风格 这是屋主很喜欢的 对啊 他当初也是说室友姐我可不可以在这一场 做很多很多的乡村风 那我说那你要到的是什么样的乡村风呢 我就开始跟他沟通 结果沟通到最后呢其实是美式 后来呢他就说 那室友姐我到底乡村在哪里 我说我帮你坐在玄关 还是保留一个乡村风 对 玄关就活泼一点 那也做了很多的功能具备的一个柜体 包括了这个玄关鞋柜 端井柜 以及这个穿鞋椅 那还有一个漂亮的这个镜面的屏风 对 那就称映了这个地面地砖的蓝色 和这个我们的图腾 镜面图腾的一个烤漆蓝色 对 那已经进来以后呢 有一整面的收纳柜 那这个都是比较美式的柜体 那我们里面呢也藏了很多功能 里面有这个行李箱的柜子 然后也有他的衣帽柜 和他们就是现在都很流行这个消毒柜 那就有一个电子衣柜 要砍在那里 那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很漂亮的食材台面 那这个颜色呢也非常的温润 很有质感 那包括我们今天的地瓶 我们在挑选的时候 他们一度太太想要墓地板 对 先生想要这个地砖 对 那他们正在比较到底哪一个好 最后这个大气的磁砖赢了 对 真的 那的确效果贴起来 他们一家人都很满意 刚刚我们提到主卧房 其实原本的光线没有这么好 但是乾坤大挪以后 我就有个高级的卫浴空间出来 而且很棒的采光源 对 真的 这样子改造以后 它的主卧室空间就变大了 尤其在这个窗边呢 有一个模型窗 阳光洒进来 这个整个氛围呢 非常的舒心 对 那以及我们把它创造的一个浴室 像七星级的等级啊 对 这么棒的一个泡汤浴缸 然后四件式的浴室 那再来就是干湿分离 以及呢我们选的瓷砖呢 非常的有这个高级感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岸场的浴室 真的都很漂亮 以及我们选的瓷砖和食材 非常的到位 那以及呢我们还是有做一个小小的更衣室 这个更衣室因为是在更衣室内 所以我们做的是透明的门片 那也有一个小巧的梳妆台 让它这个一应俱全的一个功能呢 在这个里面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秀姐 你们有这么多死忠的粉丝 因为你真的帮他们达成他们的梦想 从原本比较大的空间搬过来之后 第一个说的就是 我要原本的大空间 秀秀姐一样能够做得到 真的是太贴心了 今天岸场也非常的精彩 再次谢谢秀秀总监 谢谢 想欣赏更多 玉秀秀设计师团队的作品 请上幸福空间网站搜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